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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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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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怒目元甄的李贷 和另一边伸手又要了一包薯条的于成 也不算完全是 吴总之所以要走法律程序 从一定角度来说还是心存侥幸 但是后面吴非了解所有的事情 认为他父亲过所太多 多半是徒劳 于成漫不经心的回答 眼神却没从李贷脸上移走半分 吴非也许经历几年磨练 确实会成为一个好律师 秦师承认完自己争夺来的战利品得意地拍了拍手 只可惜李律师这几天付出的美丽了 秦师 所以你没有什么交代的吗 服务员又拿了一包薯条 李贷直接揽在自己怀里 盯着还在洋洋得意的秦师 我有什么可交代的 秦师一脸茫然地看着李贷 在感受到身边的于成踢了自己一脚后 秦师一下子明白了什么 你不会招了吧 秦师一脸不可思议地看向于成 对方却把脸别向了另一边 好你个秦师 你居然跟我玩音音的 李贷一边往嘴里塞着薯条 一边恶和狠地瞪着秦师 我是哥 我是枝根打底 绝对好男人 秦师的时候不安分地顺着桌子 想要拿一根薯条 却被李贷无情地打了回去 他联系我时我俩顺便聊了几句 他说他没女朋友 我就 秦师的声音越来越低 手却还在尝试着暗度一根薯条到嘴里 秦师你等着 你和杨华结婚 我一分里钱都不给你